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之就是袋袋都是落魄命 因为被误认为是小偷 杰克被关进了个特殊的监狱 这个监狱关押的 基本上都是矛盾还没长齐的少年 刚来的第一天 杰克就被影帝的几个家伙找麻烦 尤其是这个戴眼镜的屎花 貌似是他们的大佬 对着杰克 玩起了监狱风云的那一套 所有被关在这里的人 每天都只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皇帝里挖坑 挖坑也是一门技术火 挖得好的是好看的圆柱形 挖得难看的 就是杰克这样的 好不容易挖到一块像样的石头 却被告知没啥卵用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玉君就说起了 关于这片皇帝的故事 一百年前 这里曾是一片碧水湖泊 边上还有一个美丽的小镇 增上了一只花石头节 和清了的小黑哥恩恩爱爱 千神荡游游 两人经常在公共地方 杀狗两袖恩爱 虐了其他单身狗是身心俱傻 结果造了一些搞事之人的嫉妒 小黑哥被杀 石头节最后也黑化 成了一个自霸一方的土匪 专门打劫 沿路经过了商队或者行人 狱长前婆之所以一直挖坑不断 是为了寻找一些 有价值或是有趣的东西 毕竟他的祖上 就是曾经住在这里 只要谁能挖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谁就想有一天的舒服假期 杰克听到这个 瞬间就像打了鸡血一般 果然挖到了一个有些年代的口火 刚要上架的时候 却被死亡抢走 结果一天的假期成了死亡的 在之后的挖坑时间里 杰克认识了荷兰迪 两人比较弹得来 也都是经常被其他人欺负 自然而然就成了一对好朋友 玉琴以为他们两人 是在计划什么坏事 对荷兰迪又是一番嘲笑和欺负 荷兰迪一气之下 用铁铲干倒玉琴 打算逃离这个鬼地方 前婆知道这个小家伙无路可逃 没有追上前去 杰克很是担心 于是计划去火墨 寻找荷兰迪 趁玉琴不注意的时候 开走了水车 结果没想到周围太多泥坑 车子一不小心开进了坑里 好在最后杰克顺利找到了荷兰迪 并且在不远的地方 发现了一座山 当年他的宗祖父 经过这座山时差一点饿死 后来爬到山顶 才找到吃喝的东西活了下来 杰克带着荷兰迪 也爬上了山顶 这里过年有睡眼和植物 可以补充能量 因为这一次的幸运 杰克意外解除了家族的诅咒 家里也时来运转 才演滚滚来 一家人决定请律师 帮杰克上诉 来到监狱之后 却被前婆找了个借口打发走 当年前婆的祖先 就是在这边皇帝 抓住了石头剑 石头剑死都不投降 最后被一只习一要死 临死之前还爆出 枪杰的所有财物 就买在这边皇帝 之后前婆家族的人 就一直挖坑寻找这笔财物 子孙后代一直挖个不停 直到挖出来为止 另一边的荷兰迪和杰克 溜回营地 打算在之前挖口红的地方 再生肉挖掘 最后果然挖出了一个宝箱 而这时候 前婆也突然杀了出来 坑里瞬间流出 一大堆赌西医 但是这些小家伙 只是真正地爬在他们身上 很快隶属再次来到监狱 杰克被这本无罪释发 宝箱上也有杰克家族的标记 最终被判归杰克所有 而前婆后一中欲准 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宝箱里的那些金银财报 也让杰克一家老小 过上了土豪一般的生活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改变这美国同名小说 别有洞天 是一部老少嫌疑的合家欢喜剧片 众投资3500万美金 由迪士尼出品 原著小说 曾获得儿童文学奖金牌 可以说是一部非常有趣的 儿童文学作品